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章 从第六节 到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找到咱们开神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罗马书九章 找到没有 一 二 这不是说 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仅是要办案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下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好 感谢神来明年 感谢神来明年 从以后居住 亲爱的救主 在天上阿爸父神 求你继续的食恩给你自己的教诲 阿们 请你在天上垂顾你自己的种教诲 阿们 你知道你自己的儿女需要什么 因此你从天上倾服给我们 阿们 将你自己的灵粮赐给我们 阿们 也赐给普天下那些属于你自己的儿女 阿们 预定拣选的儿女 你必须叫他们吃到你的灵粮 阿们 因为你知道普天下都遭遇饥荒 这是一场大饥荒 很多的人都熬堂喝 唯独这群子民 被你所特选的子民 现在你用真粮供应我们 阿们 使我们今天真正得到属灵的宝福 阿们 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 阿们 引导我们 阿们 赐福了我们 阿们 因为今天你把我们领回圣经真理 阿们 我们今天要得到圣经中间所默示的真理 阿们 不是得人的话 不是得情侣来的话 乃是得神所默示的话 阿们 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阿们 使我们今天通过从天上来的亮光光照了我们的心灵 阿们 求你亲自来开启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眼睛 阿们 希望我们都能看见属灵的亮光 阿们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光照 阿们 得到喂养 得到浇灌 阿们 使你自己的众儿里都有丰盛的生命 阿们 求你亲自来赐福你下这一点的时间 阿们 把这个课题交在你大脑的手中 阿们 求祝你亲自在这个课题中间开启众敌人们的眼睛 阿们 使我们通过这个课题更加的清楚知道 情欲上来的都是败坏的 唯独从圣灵来的才是真正圣洁的 阿们 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 阿们 继续的诗人给你自己的教诲 阿们 引导以下的时间 阿们 保守每个弟兄姊妹 赐给你瓦器 聪明 能力 口才 智慧 使他讲得清楚明白 弟兄姊妹听得也清楚明白 阿们 出去拦阻 出去魔鬼的搅扰 使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到出你的话语中 阿们 应用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 阿们 好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交通情欲 交通到第三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对不对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让神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所以他不能承受神的果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对 出土的 受造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唯独从天上生的 从天上生的进天国 从地上被造的只能承受地上的果 哪一个人就能承受哪一个果度 假如我们这个肉体就能承受神的果 神就没有必要的再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实际上再给我重生一个 对不对 对 假如亚当那个受造的灵就能承受神的果 基督就不用把他的灵魂赐给我了 对 这是我的血 是为你流出来 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血里头 上帝就把他儿子的身体化成血了 来 给你来 阿们 把他身体化成血了 给你来 阿们 给你来 给你 把我的身体给 把我的血给你 你就具备着我的生命 对不对 把我的身体给你 你就具备了我的身体 属灵的身体 对不对 来 就是我的身体给你来 阿们 你说不具备我的身体和我的血 你就不能承受我的国度 对不对 因为属灵的国度必须具备属灵的身体和属灵的血 听一听明白 明白 天上的人是从天上来的 地上的人是从地上来的 天上的人是属灵的人 地上的人是属肉体的人 对不对 对 天上的人是被生的 地上的人是被造的 对不对 对 天上的人是属人的 地上的人是属土的 听懂了吗 懂了 为什么给你天上的人 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把他的 他本质是灵 没有肉身的 神是灵 没有肉身 对不对 他为什么成为肉身 然后分给你 不单听你死 而且要把他的身体分给你 你必须具备他的身体 才能承受他的国度 你必须具备他的血 才能有他的生命 好不好 好 不然的话 你今天在地上 用一个身体在那 改良改善修炼 做好 永远做不好的 因为这人本身不好 他能做好吗 做人本身 你想没想过呀 弟兄怎么 这件事想没想过 啊 想没想过 想过 是不是啊 咱们今天不是在这里 胡编乱造 是要把圣经的经文查出来 给弟兄姊妹看 有一位外国的人 前两天说 这真是从谁来的 这真是从谁来的 这是华人 好像是美国的 他就直接 就评价说 这是真是从谁来的 就因为网上有攻击你的 所以我才上网了一搜 看看你到底 他为什么要攻击你 看看你讲的什么 我这一讲 我才发 我这一听 我就发现了 这并不是唐所说的那个义官 这真是从谁来的 不是从谁来 不能讲这么神奥的道理 他是不是属神的 属神的人才能看 这是从谁来的 只有属肉的人 他才毫不关心 莫不关心 麻木不仁的 对这件事情 好像是 不但不领处 反而 都觉得 影响了他们 传假刀 他就会攻击你的 对不对 这些因此来的 是 从神来的 那么我从前讲错了 我看到这个从神来的 我会怎么样 我会欣然的接受 我会把我从前那个 传那个假刀放下 我来接受真道 对不对 对 那么真正从神来的人 他都能够识别 他能识别什么呢 识别 这道理是从神来的 还不是从神来的 对不对 对 我这两天跟你讲的道 难道说 你里边没有一点触动吗 有没有 有 难道这个道不扎心吗 扎心 这不是人说的 是你真正的被这道扎着了 对不对 你没没扎着 当然了 有也可 无也可 有他也五八 没他也四十 是不是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听到 这个心态一定摆正 不要像过去那种听到 是不是 有道就行啊 有草够死鱼就行啊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弟兄姊妹 咱们从前听那些假道 根深蒂固的错 要想从那个里头出来 那是很难的 除非是蒙上帝特殊的怜悯 才能从那里中间出来的 才能分辨 那是错的 这是对的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 我怎么讲的 我说弟兄姊妹 你听完这个道了 别人再叫你上山里 不能去的 进到那里 你这道就会混乱 弄不好 过几天 你要被绞进去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有这样的人 最后就被绞进去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 听这道的 就专心听这个道 特别在网上 愿意上网的弟兄姊妹 比如这点一点 那点 你点谁的最后 你还得回到这里来 你信不信 他们没有办法讲 我所讲的 我所讲的是从圣明来的 他们所讲的 不是从圣明来的 听不听明白 你要想明白真道 你就得上车来听 这么多年龄 从网上 从地面上 你听到有一个 讲真道的吗 没有 你就知道 这道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正如保禄说 我所得的启示 不是出于人 也不是犹豫于人 是不是啊 因为神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对不对 所以保禄所得的救恩 是最全被的救恩 因为他从根基上 因心成义 没有人讲的比他更清楚的 没有一个人讲的 跟保禄一样清楚的 我们今天就是讲 保禄所起初 从圣灵所启示来的真理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对 我们不是自己又发明一套 我从来没被 没给弟兄姊妹 发明出来一套 我都是在查圣经 就是把弟兄姊妹 领回圣经 领回圣经 就领回真理 阿们 领回圣经就领到救恩里头 阿们 不领回救恩 那就是非真理 因为给主做见证的 就是 离开圣经了 他就没有见证 你做什么见证 都是往来徒劳 离开圣经 做见证的有没有 没有 你看三四会堂那些人 离开圣经做见证 都做的什么见证 那不是生命见证 是不是啊 将这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这见证是表明生命之道 如果你不是表明生命之道 你所有的见证 都是往然徒劳 都是自己人的 编造出来一些生活的见证 这不叫见证 好不好 见证超过生活 听明白吗 见证是超过生活的 超越生活 超越世俗 跟世人不一样的叫见证 哎呀 我今天做个见证吧 做什么见证 我今天信耶稣可赚了 我赚大的 怎么赚大的呢 我不信耶稣是说 我老公一做满卖就赔 我一信耶稣了 我老公在那里一做满卖就赢利 一年赚五万 那不信你过来 你还叫撞五万 你可闭嘴吧你呀 你还撞五万 你还好意思说 我没信耶稣 我一年撞五十个一 这是不是见证 不是 这不是见证 世人比你做得多好 你再拿出来 这不叫做见证 好不好 那 没信耶稣钱 男的女儿学习可不好了 等信耶稣以后了 男的女儿学习 天天的蒸蒸日上的 好好学习 天天笑上的 最后考上好大学了 考哪大学 考正正大学 不信你来了 你可欠你吧 哪没信耶稣 是不是啊 男的儿子考上美国哈佛大学 这是不是见证 不是 这不是见证 千万别把这当见证的到教会里来上他讲台的 各个都上的讲台为了写一把 把这当见证的 是见证吗 不是 你看看圣经呢 西方来说十一章十二章 那见证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为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不就容易缠累我们的情 把他摆在前途的路上 仰望为我们信心 他是成终的 丁未定明白 你看他什么见证 他们并没有得着 这些见证 凭信心并没得着 在地上没得着的 在地上要得着 市场比你得得多 对不对 你要在市场你说 你考上了郑州大学 那人说人考上北京 清华大学 还有美国哈佛大学 那不就把你堵住了吗 能够被诗人堵住嘴 在这 那就不叫见证 听没听明白 给主做见证 修正经 你跑圣经以外做见证 任何的见证都是假的 我讲真假见证 不知道第一个提问 你一定要分辨 好不好 都跑肉体去做见证 信耶稣就肉体的好处 肉体上大学了 肉体做买卫生理 那你跟那平叶三 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跟那林辉辉 跟那小兵 跟那蒋小伯 跟那 是不是啊 那些个 凡在肉体 纪封文 这些人 有什么区别人啊 他们不都追求肉体的好处吗 一想见他们 讲哪里都了 肉体的好处 现在肉体还要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成果 那怎么办呢 你的见证讨肉体一顿了 但血肉之体又不能承受成果 肉身所生的儿女又不是神的儿女 你给不是神的儿女做见证 你给谁做见证了 我的话就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今天不把神的话 看成是灵 是生命 你所有的信仰 都会把人托了 对不对 你所有的信仰都是实义的 给人做见证很关键的 那是给生命做见证的 你跑到生活里做见证去 你要给生活做见证 新闻来说第十一章 你没得到 非但没得到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山灵 冻雪 地雪 漂流不定 本身世界不会有的人 他们被狙狙死的 被刀杀死的 被火烧死的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加一个 加一个被人抢光了 这没有见证了 按理论说 这就不是见证了 对不对 弟兄姊妹 真见证假见证 你一定要区别开 当然今天我不是讲这个专题 我是要把这件事 说明出来 到底肉身所生的儿女 是不是神的儿女 不是 如果不是神的儿女 那你给他做见证 就说明你不是给儿子做见证了 圣经的灵意 是给耶稣基督 给儿子做见证的 对不对 你根本没给儿子做见证 你给奴仆做见证了 这是奴仆 这是奴仆 你的见证是在世界中间 你的见证是在奴仆中间 不是给儿子做见证的 现在咱们讲的是这个人 外面的情欲的东西都是跟神相处的 好不好 要脱掉 是不是 要脱掉 要废弃 要灭血 好吧 那你给他做见证 结果这道反了 跟神的道反了 那叫离道 跟神道相背的 这叫什么 背道 听没听明白 因为你讲那个见证 根本不是圣经所要讲的 你得看了圣经 你能见证 在圣经里面的见证 毛不毛顿 如果是毛顿 说明你能见证出于自己的 如果今天跟圣经是相合 说明你是处于神的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你做什么见证 就证明你是什么人 你做肉体的见证 你是属肉体 是属灵的 属灵的 你做属灵的见证 你是属灵的 是属肉体 属灵的 有没有分辨 有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回归圣经 看看圣经怎么说的 好不好 圣经经说肉体不好 人尽力肉体做见证 善儿跟神所说的话 正好想背了 这就叫背道 什么叫背道呢 跟神在圣经所获食的话 像背的 叫什么呢 背道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是不是 你总想你所说的话 或你所行的是 跟圣经合不合 对不对 他夸夸其他 上来走各个轮子 做见证 因为他没有道 他不做那见证 做什么 道是不是生命 是啊 我的灵 我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我给肉体做见证 并不是生命之道 我没给生命之道做见证 圣经中间的灵意 是给耶稣做见证 没有说圣经中间的自律 是给耶稣做见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以我所说的第五章 那是什么 生活守则 是不是给耶稣做见证 就这句话 这个小黑标题 你看看来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二章 就二十五节前边 所以一共是几个字 六个字 新生活的守折 这黑标题要不要 不要 这黑标题要不要 因为他把 圣经的话当成生活的 守折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写的 这圣经上就是一个人家里的 这不是圣经原本圣经 原本圣经没有这几个字 新生活的守折 这是啥意思啊 新生活的守折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对不对 教生命的 所以 这个里面所说很容易就讲到生活里头 你信不信 你有所说要是没有 没明白救恩的人 一讲保证掉身子 保证进生活里 就新生活的守折 是守折吗 守折就得守啊 对不对 守折就要把 就憋 就控制 就遵守啊 是不是啊 就用肉体来的 损手 行不行 他变成一种规矩 我今天跟你讲情绪上的事情 是叫你控制住守住啊 还是叫你脱掉 我从来没告诉你 把住啊 手住憋住 千万别吸烟 千万别喝酒 千万别这样 千万别那样 那就变成新生活的 守着了 是不是啊 这道奥秘就奥秘在这个地方 奥秘在什么地方 就是从外面看好像是生活 所以他再加了那个六个字的标题 这六个字的标题 误导了多少人 我没误导 误导了好多好多的人 这就是人的话 你一旦加在圣经里头 就会误导别人 听闻就明白 这是人的话 不是神的话 你有没有分辨 有 你从今以后 你就天天都得注意啊 人说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这不是神的话 好不好 既然不是神的话 那么今天我不要去遵守 那么今天我不要去遵守 你遵守 你是遵守人的话 不是遵守神的话 听懂了吗 回到罗马书第九章 罗马书第九章 这一段课 我对第一次 在教育电地 入神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他为什么不能遵守神的国 行这样事的人 不能遵守神的国 入神所行的 是这样的事 哪样是 奸言 我现在是给肉身做见证 还是给灵体做见证 我是给亚当做见证 是给基督做见证 基督做见证 因为给主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圣经中间的灵意 是给耶稣去做做见证 自取不是给耶稣做见证 自取去看了就是生活 但灵意呢 真的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再看自居的 从外面看 神要给我守则 就要去守 守这些规条 对不对 千万别干这些事 千万别 你乱无谓协谈 拜托相 邪书 仇恨 仇恨 进行脑弄 检查 犯证 异端 罪酒 荒液 这不是控制吗 就你控制住 别犯这些规条 就变成律法了 对不对 现在不是这样去控制它 而是告诉你 这些事就是这个人干出来的 这男人 就是血肉 肉身所生的儿女 就是这个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光是儿 也有女 对不对 肉身所生的男女 肉身所生的肉体的男女 肉体的儿女 人的儿女 不是神的 好不好 那我在讲什么呢 他既然不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得确定了 神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说 肉身伤的就是肉身 灵性的 你必须知道这件事 神为什么要这样产名呢 肉身 肉身 生的 就是肉身 还是什么 肉身 就是肉身 是不是耶稣这么说的话 就是肉身 对不对 这是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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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肉身的就是零 这是耶稣把它分开的 所以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只有零生的才是神的儿女 为什么这么强调呢 他为什么这么强调 是不是耶稣亲自给分开的 是 他没说肉身就是神的儿女 但多半的 主啊 你儿女 主啊 你儿女都信你了 主啊 你为什么给我这么 对苦难了 我都信你了吗 你信主有功了 你信主肉身有功了 所以还不让上帝给你肉身给他 有的人就埋怨主 就开始发怨言 这样不好 那么不好 你给谁发怨言 你给肉体 你给肉体发怨言 证明你重不重生 你没重生 是不是 你重生 你在体贴肉体呢 你给肉体发怨言 听没听明白 耶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都把这讲清楚 肉身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水 这个罗马图又证明了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第六集 我来读 弟兄姐妹来看 第九章第六集 罗马书第九章第六集 知道吗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你看看 从以色列生的 以色列生的有没有肉身 有 那肉身生的是不是以色列人 咱们现在 从众生上的 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是真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是里边的 你发现了吗 这不是真以色列人 这是真以色列人 将来显得不是他 将来把他整大成的显得开 现在好像显得是他 现在就叫你平信音 把这个信死 把这个信服 你别为他打包枪 你别为他打破火兵 你别为他发怨言 你为他发怨言太不值了 是战争摩尔那 想让他为他打包枪瓶了吗 没有 没有 他说 我所受的 是行该样 因为 可我所做的是相差的 说没什么 说了 我才这样就要信耶稣 以肉体有点什么事的 马上就为肉体 跟上帝俩进行发怨言 你不如以色列的后尘了 表明你根本就没听明白道 哦 你信耶稣是礼拜信 外面这个人有功了 你为外面这个人打包枪 说明你属哪个人 你属肉体 你属肉体 哪一句话我哪应用 肉体咽罪而死我哪应用 肉体咽罪而死我哪应用 心灵一而活我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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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我就不会跟弟兄姊们就讲这个课题 应用神的道 这应用神的道很关键 就你在环境中间应不应用 你在环境中间呢 有环境了 活该 这有环境活该 这有患战活该 因为 这个人一而活 这个因罪而死 他因罪而死 他有环境了就叫他死 叫他死正好迎合了主的道 好不好 这就要有信息你所听见的道性 你必须会应用 你跑这里来 帮他打网架说明你住在肉体里 你住在那个不是 恶的儿女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最后你为他打网架 说明你住在这个肉体里 你住在肉体里 你给肉体说情 你给肉体发怨言 你给肉体 你值不值啊 你不值 你给火葬火的那个人发的怨言 是不是啊 你给那将一死的人发的怨言 你给那个 属主的人 被葬的人发怨言 那你不是被生的吗 这是我 这不是我 你如果走来走去发现 这不是我 这是我 我要脱离我 这个人就成功了 主的道在他身上 已经通行无阻了 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 无独行在天上 这主的旨意在与世上 恒同了 这不是我 这是我 这个不是儿子 这个是儿子 我为儿子说话 我为 不是儿子的独仆说话 好 叫你为看得见的说话 不为看得见的说话 为看得见的说话 说明它是属肉体的 为看得见的说话 说明它是属肉体的 这句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说一遍来 我为看得见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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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不为看得见的说话 我乃为看得见的说话 因为 为看得见的说话是属肉体 为看不见的说话是属肉体的 咱现在 就给看不见的信 不给看得见的信 好不好 这才叫属灵的 什么叫属灵的 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信 为看不见的信 就是属灵的 因为信心就是 看见的看不见的主 不是看见的看得见的人 要把看得见的人 信看不见 要把看不见的主 信看得见 看得见的信 看不见的信 看不见的信 看得见就是灵的人 他们 信心看得见的就是属肉体的人 对不对 对 对 是不是那弟弟子 是 是 若神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就不是我说的话 是圣经记载的 对 对 对 这你爹妈的儿子 这不是神的儿子 对 你敢肯定吗 敢肯定 你保证这个人不能管天父就妈 你叫开不大人 是啊 咱现在听到是给这个人听 好不好 好 咱听到不是给这个人听 要给这个人听 信酒就专进哪里去了 就在那里 信部就不在哪地方 就在那里 是不是 是 就像什么是就混 混杂了 这就像什么 文是受教做天国的馒头 好像 家主从他护中拿出信 就在一起去了 你说这怎么信啊 调理不清楚 真理不清楚 对不对 混着来的 你看看有的人家 有的人家 新衣服也放在柜里头 旧衣服 他刚刚吃死我那个 肮脏的 干了 我那个破衣服 也放在那个橱柜里头 好不好 都搅在一起 他不是把那衣服 那弄的衣服 挂新衣服 挂在那个土里 旧衣服放在那 破了 把这笼子 他不是这么混的 你说可能不能好 新衣服也被那旧衣服弄脏了 是不是 那旧衣服全是泥巴 完了之后呢 新衣服也跟那旧衣服搅在一起 这样的人利不利着 不利着 在东北说那是什么 埋态 特勒兵 说特勒呀 拖拉 不干净不利落 那叫拖拉是不是 头也不疏 牙也不刷的 这样人好不好 脸也不洗的 手指甲挺好长的 那手指甲里边全是泥 把脸还给我给我做胡蓝糖喝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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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手啊 那蚊 那手那蚊那么粗 它都很少 很少洗手 而且像山岚 那手净是口 那口里面全是脏东西 而且那手指甲里头 全是脏东西 就上个大盆里倒点水 把它用面筋往那里头紧了 用手这么弄 把那面筋也弄不了了 那盆水也黑了 不用上 不用往里倒酱油就黑了 你猜为什么黑的 手白了 手白了 那个黑的手抛得白白的 完了之后呢 倒上一些辣椒面子 胡椒粉 还有一些菜叶子 完了之后呢 弄一些酱油 呼啦呼啦呼啦滚头 名叫什么呢 呼辣汤 就这么呼辣 所以叫呼辣汤 就都喝那东西 是不是啊 我谁一口都没东西 我喝不了啊 我一看他弄那东西 我就喝不了 特勒冰 是不是啊 整那东西 一看就不能吃 又那么辣 谁能吃掉 还喝的 上这 那个他们 许昌那边有一个习惯 他农村呢 有个习惯 就是什么 上去拿点不在屋里吃 拿一个馒头 拿一个碗 喝了汤 上外面 上那街道的一放 蹲在那边 就开始吃 这种习惯 那农村那个地方 到那地方冷的够呛 晚上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上那个苏桥那地方 他们晚上上 外面去划了那树叶子 用爬的露树叶子 露树枝子的 你在干什么 颠簸 颠簸 颠簸干什么 烤烤烤 这前面烤完 烤后面 后面烤后面 烤前面 你知道干什么 清淡完了 完了是烤肉之后 回家跑下去了 完了 拱到北国里 帮 被一蒙 睡觉 天天是那样 我说这边人 就是 河南那边 河山东那边 还有安徽的 中央南那边 他缺少一个趋暖这个弦 我每次到这边感冒 为什么感冒 这个地方太冷了 因为东北那种冷了 它是 再冷了就不感冒人了 我们从 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就是开春那种 开花的时候 那种呢 是伤人不伤水的 就是越冷 它越不伤人 而是 冰冻 冻地 不动人 冻水 不动人 你听明白 感冒的 净是 开春了 一开始 天变冷了 就开始冷 温度还不是很低 但就是 最容易感冒 是不是 这边缺少呢 他把那个厨房 跟那个主体房 给分开了 然后咱那烧火 完了 把那热气都跑了 咱那不是 咱厨房 跟那主体房 是一体的 完了把那个洞 掏个洞 把那个灶 那个灶 里边点着火 那之后呢 那灶台里边火 往那儿都抗进去 抗是在屋里头 所以抗电就热 抗墙也热 抗墙都是立砖的 所以这枪 我把齐骗了 我把散热的 所以屋里一进 你把屋里的 你看他把他浪费了 浪费都四十个多 我到瓦舍 瓦舍那个 聚会点的 王霞那个聚会点 一群老太子 嘚嘚嘚嘚嘚 都是大骨姐 完了走到三个宅 在我家上楼了 我们弟兄给我祷告 我这个那个是中风的 我的腿要大骨姐 我现在跟前地步 你不找什么高 我这肉体就这样死得了呗 都上面楼梯了 摘放了摘放了 半天也上不下那个楼梯 都大骨姐冻的 你说那么好不 就最起码最暖的 那很多 那柴我烧 烧完了热气冒水 对不对 你就算你做饭 我烧进那屋子里头 那屋里头都暖 我不认识的 我那去的冻的简直了 我就不知道我那钻好了 我那钻呢 弄一个小太阳烤的脸 脸上烤的红红 腿照亮的冻 他那屋里不暖乎啊 那屋里就朗尽简直 不知道 零下十几度正好冻人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那边的最低气氛 留下三十二度 他也不动人 不感觉动人 因为我那墙皮这么厚 你那墙皮这么薄 那怎么比呢 咱那做双层的窗户 这边都是单层的 而且是两个金窗 一碰到窗户那么凉 一碰到墙上 马上就弄回来 这么凉的墙 是不是啊 这就是什么时候呢 就这个地方 他有缺少那个 趋软那个那个 那根鞋 就像那个安慰那地方 你血 你还动得够强 我上面就要动他 那我们就简直老的 你就受不了 下拉水那几天 你说呢 实在受不了的 我那没穿那么绵裤啊 就穿个薄薄的 也可以保暖裤 到那动机去 实在受不了 膝盖都动 疼了 那屋里比外面还冷 而且呢 开个窗户 有的时候时常开窗 放完劲 他那屋里那么冷还放弃 那这动机就简直不行了 所以我什么苦都得受 你以为传道人 传道人什么苦都得受 上场的时候那种 弄胡辣汤 完了我不能吃那个辣的 那给你煮几颗鸡蛋了 炖炖给我煮鸡蛋 你说那鸡蛋它是饼饭吃的吗 炖炖煮鸡蛋 上那个二楼就是两个小小厨 二层楼 墙平我看就这么厚 做了一个木头窗户 那木头窗户全都放的 那边照顶下17度 弄钢丝床 上面铺了一个小路子 然后上面一个被子 就帮我弄到二层楼 那风一挂的时候 风往里头吹 零下17度 那麦的动机都 变颜色都大柳了 我说弟兄晚上给我 用一个电路 人家不如我弄电路 明天早上我就讲到一道 肯定得干 没给这 没给这 实在东西吃不了 我下去接着两瓶水 这放一口 这放一口 进来用那个 用那个就是掉瓶那个 打那个点滴那个瓶子 进来两瓶水 放在那地方 实在动机中 那晚上也没怎么睡觉 那动机受不了了 就一个小被子 完了下完就一个 铺了一个小路子 那钢丝床一 一上去还直上 直上直上直上直下 都能摘染那钢丝床 就说第二天早 咔嚓的大半疑就不行了 流鼻里流眼泪的 就不行了 你看就在那环境 他们要守住道也行 能守住道也行 就听那葫芦头脑袋去 那有一个叫亮的 葫芦头脑袋脑袋长得这个时候 人家正常脑袋上边管下面摘 他的脑袋是上面尖下面寬 这下面可寬可寬 上面可见可见 葫芦头脑袋 长了葫芦啊 我不是怎么讲的 葫芦头脑袋是什么的 葫芦头脑袋是什么的 这就是葫芦 完了他脑袋是什么的 他他下面的脸特别又不宽 他上面特别尖 白天我讲道的时候他从来不来听 不来听道 晚上等讲完道了 到九点中间了 八点半到九点停来了 来干嘛 跟你交通 你说他都没听道 那算是交通吗 天天晚上这样 那就是魔鬼的工作 为了耗费你的精力 这里没有办法 这里白天你讲到你晚上没有休息时间 而且他讲的话 你叫他查上去 他说胆子 他说的话就说胆子 我们是进行成绩 胆子 他总是加个胆子 我说在哪呢 胆子在哪呢 我们是进行成绩胆胆胆胆 你给我找个胆胆胆 有没有 他就讲十二一回这道理 天天晚上来 怎么耗费我的精力 他要真做下听道的 他跟我交通行 他连所有听道都没听到 天天胆胆胆胆 我们是二次 胆胆胆 我们是圣洁 但是 但是是不是否定 就是否定 我们是人 但是 我们是约 slope 这不就是故意的这么 弄吗 就这个场址出来 这么一个 葫芦头的脑袋 是不是葫芦啊 葫芦是不是这么长 过去没有咬子的时候 用什么做描述 中间 把他用这个拉开了,把他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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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净,是不是啊? 就用他来摇水。 他的脑袋差不多跟那个葫芦一样,但谁也不能用他摇水。 他扰上的葫芦,你这样是不完的嘛。 就因为他在那教会里活了活了活了,那些人现在都听他的了。 他们只聚会一样,天天在外面卖货了。 一次会都不聚,也不听我讲道。 这些人,你说,听我讲了好几次道,反正,长歌。 就是河南的长歌,许长的长歌。 一开始听大妈说,那去的人很多,而且也很乐意听这个道。 但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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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有没有根? 没有。 没有根。 在哪里听道? 肉体。 给谁听道? 肉体。 给肉体听道。 给肉体听道能不能存住? 不能。 是不是啊? 它存不住的,都要漏出去。 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们今天不给肉体听道,给谁听道? 我们是效法那个蒙恩的强盗,还是效法那个没蒙恩的强盗? 没蒙恩的强盗为什么求? 为肉体听道。 慢慢的强盗为什么求? 为肉体听道。 这两个是明显的对比,对不对? 对。 那么今天,这样信的人,就跟那个葫芦头脑袋那么信的人多的是啊。 变满了整个的地面。 各个教会里头,都是那么有信的。 讲阴心诚意,前面讲阴心诚意,后面跑阴心诚意。 他们天天活着,自己来着把自己来着装。 越装越不像。 是不是啊? 都是人在着装。 装金钱,装属灵。 装明白,据文了。 是不是啊? 硬装民工,是不是啊? 他们明不明白呢? 回头看,还是罗马书9章。 第七节。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亚伯拉罕有两个后裔啊。 一个以什玛丽,一个以撒。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从以撒,以撒是个应许生。 以撒是代表应许生。 以什玛丽代表什么生? 血气生。 那么血气生的儿女不能承受神的后裔。 血气生的儿女不能承受应许之地。 以撒生的才要进入迦南。 对不对? 对。 以撒生的是雅各。 雅各才能够记,他的耳语才能记得下来。 对不对? 雅各是以撒。 那么以撒就代表肉体成。 雅各就代表名生。 是不是呀? 那么这里头,亚伯拉罕生的一个儿子。 一个是以撒玛丽,一个是以撒玛丽。 上帝应许的是以撒。 也就是神允许你的。 那个是。 这是不是允许神的? 是。 看到,这不是允许神的。 这是允许神的。 血肉之体不是神的儿女。 好不好? 你也具备一个肉体。 但你这个肉体是从哪来的? 你这个还来的,是不是呀? 他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假如你的肉体就是从神来的, 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再告诉你, 你必须重神。 什么叫重神啊? 有多少人就没理解这个重神啊? 重神是什么意思啊? 再重神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也不是, 重是什么意思啊? 再重神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呀? 这个就是神的儿女。 还用再什么意思吗? 不用了。 这就能行善, 还用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吗? 不用了。 这就不用了。 这也不能行善, 对不对? 这里边充满了情欲。 情欲的事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他跟谁相争? 圣经。 那圣经又跟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争, 你都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就在这情欲里活着, 能不能侍奉神? 不能。 能不能被神重用? 不能。 能不能成为何用的器皿? 不能。 能不能将来得奖赏的冠冕的荣耀? 不能。 不能的。 那么这说来说去, 叫你干什么呢? 脱旧人。 脱旧人。 穿新人。 是不是呀? 脱旧那个从情意上来的, 败外那个人。 好不好? 不是留着那个人。 你留着他干什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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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我信耶稣了。 请你救救我的肉体吧。 有没有? 没有。 想念的。 就, 是, 跟他想念的。 你把每一天都, 眼睛一起来, 告诉我, 这不再是我, 我已经死了。 这不是我。 虽然他还在地上, 但你要信他不在地上。 虽然他还在站着, 还在喘气, 你要信他死了。 就要这个信。 这个信才能成功。 活着的不再是我了。 这不是我。 这是他。 你每天操练这是他。 这不是我。 你才能从他一点。 他和我又一样。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别人。 我, 才是那个新人。 是不是呀? 他是他不是我。 哪个是我? 这是我。 我天天都认为这是他。 这不是我。 这是我。 我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就是我。 基督那个心, 那个身体是我。 亚量那个身体和那个生命不是我。 这是他。 好不好? 好。 你别给别人打一架。 这姓亚, 这姓耶。 你站, 你住在耶里面, 别住在亚里面。 好不好? 你住在亚里面, 你属亚量的。 你住在耶里面, 你属亚量的。 你属亚量的。 你属耶稣的。 你属耶和华的。 你属在灵里, 不住在肉里。 这样的, 信。 这样的信, 得奖赏, 得冠冕, 得荣耀, 去将来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信。 阿们。 这样的信是做王的信。 这时候, 这不是我, 这是他。 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程度了? 你什么时候, 上帝一定给你的奖赏和冠冕, 你就一定能得到。 阿们。 你这个看见。 这是一种属灵的看见。 是的。 在网上有这样的, 我都是, 我信的耶稣, 大大掌口, 为他。 大大掌口, 大大掌口, 大大充满, 都是这么信的。 找不着一个, 把这个人当他, 把这个人当我。 把看不见当我, 把看不见当我, 把看不见当他。 上帝就要去。 信是信看不见的, 信是所观之识的, 卫健。 这叫做信卫健。 这个人, 是我把他拿出来, 故意用一个杯子表面。 你才知道, 这个是属灵的人。 说看不见不见, 不懂呀。 我是把他拿出来, 我也要说没问题, 是不是呀。 当我拿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我拿出来这个, 不是物质界的。 这是属灵界的。 对不对? 灵体。 灵生命。 对不对? 圣灵在你频道。 基督的灵有问题。 我把它拿出来, 就是教你知道。 我们的信心, 就要建立在看不见的灵体上。 不是建立在看得见的肉体上。 我信是给看不见的灵性, 不是给看得见的肉体。 成功了。 阿们。 谁这么信成功了, 再这么信又成功了。 再这么信又成功了。 天天早点, 这不是我, 这是他。 行不行啊? 行。 就看谁, 赢。 你得把他看成是他, 才不为他求的。 你得把他看成是他, 才不为他忙的。 你得把他看成是他, 才不住在这里做的。 好不好? 好。 漾漾不住在帐文里, 这是不是帐文? 是啊。 他的帐文文科。 这就是表现, 信心, 有信心的人都不住在他里面, 乃是住在基督里。 基督里。 好不好? 好。 主才能向你显现啊。 阿们。 主才能给你奖赏。 阿们。 信对的给你奖赏, 信错的不给你奖赏。 每一天都说, 他死了。 他死了。 别说我了, 他不是我。 他死了。 好不好? 他不是我, 他是我。 这是我。 这是真的我。 对。 真我。 属灵的我是真我。 这就是真信心。 好不好? 好。 否则的话, 你为他打刀架。 为什么给我患赏呢? 我都信你了, 你信是心灵的一而活, 也不是肉体也一而活。 怎么这样? 你觉得上帝待遇不公平吗? 不公平。 神给他患难, 没给我患难。 不要怕那儿杀身体的。 杀了身体, 杀了脸。 你看, 你这么操练, 好不好? 好。 你每一天都知道。 不要怕那儿杀身体的。 因为这身体不是我是他。 他杀就杀。 应该的。 像朕的。 是不是啊? 你这就是那蒙岸的抢头。 阿们。 否则你就是那个没蒙岸的抢头。 没蒙岸的抢头, 请你借借你和我们吧。 有没有成生的生命? 没有。 借借你和我们。 你要是神大人, 借借你和我们吧。 借哪个我们? 肉。 肉。 他有没有信用我? 没有。 他就只救一个, 救这个。 但施加强道说, 不要救这个。 这个是应当的。 他受死, 丁施加是相差的。 等我讲你的时候, 求你纪念。 这个是我。 这个施加强道。 这个我丁施加应该的。 你看他就分开了。 分别分开。 有的人都分都没分。 是否没分? 是否人用这个人是? 不对。 求也用这个人, 求这个人求。 生活也生活在这个人里头。 是不是? 每一天住, 就把这个当家了, 住在这里头。 神从来没告诉你, 住在这里头。 因为在亚当里, 众人都得死。 在基督里, 众人都得死。 你在哪里住很关键的。 好不好? 在哪里人里住? 在这个人里住, 你就是属情欲的。 你就是属血气的。 你就是属仁义的。 你在这个人里住, 你就是属圣灵的。 属真道的。 属神的。 好不好? 住在哪里, 就直接。 就影响你, 以后能否得奖赏, 得冠冕, 得荣耀。 你基督同做完。 做完的是这个人做, 是这个人做。 是这个人做。 是我。 长大成人, 是这个人长大, 是这个人长大。 是我。 是我。 丰盛的生命, 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是我。 看好了吗? 现在你得分了。 你若不分的话, 你就天天为这个人忙, 是什么? 你忙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耶稣基督承不承认你? 不承认你。 他就不承认你了。 好不好? 因为你做的事情, 不是给姓亚的做的, 你乃是给姓亚的做的。 对不对? 你跟他做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呢, 耶稣基督说的,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 从灵生的就是人。 保罗也这么说的。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生的儿女。 这就说, 那保罗所看见的, 跟耶稣基督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 跟耶稣讲的话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总是把肉灵分开。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你。 对不对? 保罗最后就讲什么? 肉体咽醉。 不是肉体活, 不是肉体信他就降服。 对不对? 对。 肉体要咽醉了, 心灵却咽醉了。 跟耶稣讲道一样, 耶稣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你。 你看, 从灵生的就是圣灵生的, 就是你。 从肉身生就是有谁。 耶稣分开了, 保罗也分开了, 是不是? 肉体因醉, 而死了, 心灵却咽醉了。 天天就要操练。 你一个操练了, 一会儿就忘了你住在这里。 出来, 再进到这里。 操练这一关是很难的, 因为人绷弄就会跳到这里。 在讲的时候, 当时, 我进到这里好, 这里不是我, 这里不是我, 这里姓爺, 这里姓爺, 我要住在姓爺那里, 不要住在姓爺那里。 好不好? 这讲的时候呢? 等我讲完的时候, 一转圈, 又怕这儿。 被盗的人, 反盗的人, 都是转到这里来。 你信不信娘了? 你现在能这么信吗? 能, 就像我说的这么信吗? 能。 这是我, 这不是我。 这个肉体是姓爺的, 这属灵的是姓爺的, 这是从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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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呀? 从爺生的是我, 从爺生的不是你。 听没听明白? 好不好? 他! 我! 好不好? 他! 不是我! 他是我! 这个是我! 这不是我! 行不行? 行! 你才能成功呢? 否则你就不能成功。 这奖赏就从这个地方得到。 阿们! 好不好? 神要把这个大奖赏给你。 阿们! 把这个大冠冕给你。 阿们! 把这个大荣耀给你。 阿们! 把那个王位给你。 阿们! 但必须是这么信的。 是超越信的信。 阿们! 是跟所有的人信的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才能奔跑,才能得那个奖赏和冠冕。 阿们! 奔跑天路啊! 好不好? 第一个主义! 不再从一种间! 不再从一种间! 不给他预备! 不给他打算! 只给他打算! 且顺从圣灵! 不顺从陆地! 好不好? 神的意就成就在我们这个! 不随从陆地! 不随从陆地! 随从四十的意思! 然! 零人身上! 这个意就成就在灵人身上! 对不对! 所以! 肉身所生的儿女们! 所生的儿女们! 别往那地方弄! 你凡遇见的事情! 就经历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你是给谁信的! 好不好! 好! 经历的苦难! 看看上帝试验下! 我看你给谁信的来! 别说给信的! 给灵心的! 数什么! 三个数什么! 好不好!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你看这道! 就这么熬! 就只有有心心的人! 不凭眼见的人才能信得来! 凭眼见的人他马上信不来的! 只要凭眼见! 信这个道! 信不来的! 一凭眼见! 这人眼看不见着! 那你只能给这些信! 是不是呀! 你给这些信的信错! 信错! 信错! 这就把道往这里装了! 是不是呀! 这个皮带会怎样? 裂盖! 酒会怎样? 露了露了! 露出去! 听懂了吗! 千万不要弄心了! 那么心就坏了! 所有的普天下的活在宗教里的人都弄不心的! 都给这个人心! 但只有我们把它放开了! 因为我们放开是上帝特殊的怜悯! 阿们!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 是上帝特殊的怜悯! 就怜悯了这一个时代的人! 要叫这个时代的人出来一批人做长子! 阿们! 做王! 阿们! 把长子的面图赐给这个时代的人! 阿们! 那个时代都没明白这个理! 太光了! 结束了求恩! 像以色列! 他们一个信! 出埃及的! 一个信! 光虎海路头走干地! 到旷家就开始不信! 他没有本性! 没有以致性! 所以雅各家没有灭亡的! 只能得救! 但他得救是怎么得救! 仅仅得救! 活里抽根柴的得救! 他不能够得江赏! 不能得冠冕! 不能得荣耀的得救! 听力就明白! 明白!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仅仅是要得救! 上帝特殊! 长子是你的! 阿们! 荣耀是你的! 阿们! 国度是你的! 阿们! 你们是有精尊的祭祀! 圣地的国度! 属神的祭祀! 君尊! 你是君王! 阿们! 对不对! 你是不是君王! 是! 天国的君王! 阿们! 是! 你现在往这里就住! 你还给这个求! 你是天国的! 你为地上求什么! 是! 他临时叫你上帝上给你一个帐篷! 就你住在这里! 不是为他为帐篷求! 乃是为这个求! 叫这个长大! 神一个人给你一个帐篷! 也给你一个属灵的人! 这是看不见! 这是能看不见! 看你为哪个活着! 你为这个人活着! 就能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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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同作网! 你就是君尊的祭祀! 圣经的国度数! 神的责任! 你为这个人活着! 你就能得罪了! 听没听没吗? 明白! 教教你两个一个物质界的肉体! 看你把不把这个物质界的肉体看成是我! 不看! 不看! 再给你看不见的灵物! 看你把那把看不见的灵物当成是我! 就叫你今天选择! 都是这样! 分别散书! 生命书! 肉和灵都给你! 你选出来! 都是这样的! 你不信! 圣经书全是这样! 光明天! 上水下水! 天堂地狱! 圣歌鼠! 是不是! 分别散书书和圣经书书! 都是一种好的与坏的! 郎可羊! 心酒旧皮带! 心不旧衣服! 有! 就些心愿! 立法恩典! 是不是! 是! 神的义! 人的义! 神的爱! 人的爱! 是不是! 神的信和人的信! 都放在一起! 两个两个! 两个两个! 不要再成为一个圣经! 心就约! 圣经! 有些人也去不了! 都放在一起! 走在一起! 门交来! 把那个心的东西走! 遍布在那圣经里头! 所有的应许都遍布在圣经里头! 那里面也有! 不是应许! 也有! 不是给儿子写的! 也有给儿子写的! 儿子来了! 就挑什么呢? 就给这个人挑! 给这个人挑! 给这个人挑! 对不对! 给这个人挑! 顺着圣经而活着! 听懂了没听懂! 就要叫所有的人都来挑! 都来选! 对不对! 谁选对人! 奖赏! 荣耀! 光辩! 都是你的! 将来王位! 都是你的! 天国的军法! 你跑地上去选! 你合一不合一! 合一不合一! 合一不合一! 不合一! 听没听众! 这就是神给我的亮光! 阿们! 阿们! 而且把这亮光分享给你们! 阿们! 这就要做宣证! 阿们! 这就要为真道做宣证! 阿们! 为真道打了美好的宣证! 阿们! 这就要做宣证! 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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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救助在天上! 阿爸父神! 谢谢你! 阿们! 谢谢你引导我们的聚会! 阿们! 用你的大光光照着我们! 阿们! 是我们这群人真正的受到光照以后 才看见这么大的救恩啊! 阿们! 才看见这么丰盛的荣耀! 才看见这么荣耀的观念啊! 因为今天没有看见的才给你! 你看不见的不给你! 阿们! 就照着你所看见的给你! 阿们! 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 阿们! 谢谢天父! 按照你的旨意带领着我们的救恩! 阿们! 谢谢天父! 你今天没有撇起我们为孤儿! 阿们! 没有轻看我们! 而且抬举于我们! 使我们今天真正的凭着信心 在里面的人里活着! 阿们! 我在外面的人里活着! 因为外面的人不属于我! 只有里面的人才属于我! 因为里面的人是从天生的! 从灵生的! 从真道生的! 从福音生的! 从基督生的! 从圣灵生的! 从圣灵生的! 外面的人! 从血气生的! 从仁义生的! 从情欲生的! 从价格生的! 你这些! 都要灭没! 这些! 都要了结! 只有从里面的人! 唯有主的道是有存的! 外面的人长得再漂亮! 因为! 他们的美容! 是修复的! 艳丽是虚假的! 唯有主的道是有存的! 嗯! 谢谢天父! 按照你的旨意! 带来这里的教会! 嗯! 也必能够使这里的教会大得复兴! 嗯! 使每个弟兄姊妹在心灵大得复兴! 嗯! 四处网络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 是他们都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住! 嗯! 复兴起各个教会! 复兴起同工的心! 嗯! 使我们都能在真道上能扎根! 嗯! 在新人里生根建造! 嗯! 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嗯! 在亚当里生根建造! 愿一切送赞荣耀全名都给给我的天长! 阿爸父神! 嗯! 感谢! 祝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 阿们!